今天在中正青年堂举办了12年国教的大型说明会还有展览 按照现在的所谓的超额比序的做法呢 在基北区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呢 大部分的学校可能有很多人都是会投分 必须要抽签来做决定 今天场外有国中生甚至是高中生小学生都跑来抗议 要反对12年国教 如果总统马英九和教育部长蒋伟宁口径一致 他们都说12年国教不可能再延后了 而且要破除明星高中的迷思 未来不再是明星高中鹤立基群 而是要让所有的高中都是优质的群星争辉 12年国教宣誓上路 场外有高中生请假来抗议 被阻挡在外 甚至还有小六学生和国三生拿着全班写的海报来反12年国教 不过总统马英九和教育部长蒋伟宁口径一致 不可能暂缓 未来明星高中将不再鹤立基群 明星高中 过去呢 是鹤立基群啊 众星拱月 我们以后看到的是希望的群星争辉 也就是说大家都好起来 你一定还是比以前好 过去明星高中都是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非常高兴 未来也希望看到他们能够把天下人交成英才 不必然全部都是用学科最好的学生一定进去 所以明星高中我会不觉得他们会有任何消灭的这个问题了 全国15个学区免试超额全都采集国中会考成绩 基北区不比就近入学 而陶竹苗除了社团和郑兆 其他什么都比 今年实际报道的结果 面试入学只有三成五 其他都想再评计策 感谢观看